斗罗大陆第474章 虽然凭借此身的智慧快速推断出这一些 但唐三也并未如何在意 星斗大三林中出现猎杀浑兽的浑尸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今天之所以停留在这里休息 就是因为已经走到了千年浑兽与万年浑兽过渡的位置 再向内部行进将遇到的就是万年浑兽的存在了 在面对那样的危险时候 杀神领域所能起到的威慑作用就会小很多 他就必须小心翼翼地来对付这些浑兽 以免出现危险 因此在这之前 他首先要让自身状态恢复到最佳 在这里越来越危险 就代表着他距离小五也是越来越近了 因此在淡淡的紧张之外 更多的却是兴奋 尽管他与小五之间的关系 直到两人分离之前 才从兄妹之情多了几分暧昧 但是时间的沉淀不但没有冲淡这份感情 反而令唐三想过许多许多 他惊讶地发现 早在很久很久以前 自己对于小五已经不是简单的兄妹之情了 他也同时能够感受得到 小五对自己也同样并非那么单纯的感情 魂寿又如何 他是十万年魂寿 不是和自己母亲的级别一样吗 唐三在乎的只是自己与小五之间的感情 对于其他的一切 他根本就没有多想什么 离开浩天宗的时候 他就仔细考虑过 对于自己来说 那三个任务中最为困难的 倒不是击杀一名五魂殿所属的封豪斗罗 也不是在十年之内达到八十级以上 而是猎杀一只十万年魂兽 或许十万年魂兽是能够找到的 可是十万年魂兽却可以变换成人 自己的母亲与小五都是这样的存在 面对强大的十万年魂兽时 自己真的能够下得去手吗 对于这个答案连唐三自己都不知道 一切顺其自然 总要等到自己八十级左右的时候 才有拥有那种魂环的能力 唐三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现在也不愿多想这些 时间还很长 五年了 小五那精致的交言 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他真的很期待 甚至有种 想立刻将小五拥入怀中的冲动 简单地吃了一点东西 唐三盘息做好 开始他的修炼 他的魂力六十级就差最后一线之隔 既然来到星斗大森林内部 总不能入宝山空手而归也 只要能够遇到适合自己的魂兽 他自然就会顺势击杀 以获得第六魂环 正在唐三准备开始修炼之时 突然 一丝警罩从周围蓝烟草传来 虽然蓝烟草这种低等生物 所能传递的信心有限 但是这片充满危险的大森林之中 哪怕只有一丝警罩的感觉 也令唐三立刻惊醒过来 毕竟 能够令蓝烟草传出他警罩 就证明他自己所制造的这个蓝烟草物 是不足以保护自己的 或者更多的是来自于未知的警罩 如果说来自是魂兽的话 唐三倒是不太在意 但如果是碰到前来猎杀魂兽的人类 那么危险性就会大得多 在外面的世界中 魂兽之间大多会保持平衡关系 轻易不会相互侵犯 但是在魂兽森林中就不一样了 就像当初唐三他们第一次来到 星斗大森林中 遇到盖世龙舍夫妻时候那样 很容易就会产生敌业的 尤其是当一方的实力 远远高于另外一方的时候 甚至会出手将对方击杀 唐三所在的这个位置 已经随时都要面对 万年魂兽带来的危险 也就是说 魂骨出现的几率就会很高 强势一方的猎杀小队 几乎肯定会对弱势的一方出手 万一能够从对方身上得到魂骨 那真就是一本万里了 因此 蓝阴草警罩刚一传来 唐三立刻打消修炼的念头 蓝色光环再次从体内散发出来 周围粗壮的蓝阴草飞快地回收 眨眼间已经重新没入地面 周围的一切依旧是那么寂静 仿佛刚才那蓝阴草的树屋 从未出现过似的 飘身跃起 找了一棵大树 先隐藏起来 然后唐三才将自己蓝阴领域彻底释放 精神力与周围蓝阴草完全融合的唐三发现 当自己的精神力与周围蓝阴草完全融合的时候 精神力在正常范围内所能扩展到的地方 都变得像是能够用眼睛清晰地看到一样 而再远一些的距离 感受也要清晰得多 能够感触到的范围只能用恐怖来形容 只是还无法做到蓝阴草所及都能像用眼睛看到那么清晰了 这样一来 唐三此时所能清晰感受到的范围 大概是直径500米左右的面积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要知道 在这个范围内 唐三是能感受到这个范围内能够发生的一切 哪怕是一片树叶滑落地面 他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随着拥有蓝阴领域的时间渐长 唐三逐渐明白 并非是自己蓝阴领域不能清晰感受到更加庞大的范围 而是因为更大的范围 就会有更多信息汇集到他大脑之中 以他现在的精神力程度 已经不足以处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 所以如果想将蓝阴领域的效果发挥得更好 所要提升的不只是蓝阴草的威力 精神力也同样重要 只有当精神力达到更加庞大的地步 蓝阴领域才会拥有更加恐怖的效果 直径500米的范围之内 此时还没有任何能引起唐三注意的事情发生 但随着蓝阴领域的开启 唐三心中的警照也已经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这警照是从南方传来的 唐三精神力一凝 原本四散开来的蓝阴领域探查也随着凝固 朝着一个方向凝聚释放 探查直线距离立刻开始大幅度增加 当他所有精神力全部集中到一个方向时候 单方向探查距离就会增加到 原本探查直径范围的三倍左右 也就是1500米 宽约5米 长约500米的探查 眨眼之间将范围内所有信息反馈及时的 到唐三大脑之中 这一次 他终于看到了 令蓝阴草提供警照的目标 目标很大 确实是人 而且还不止一个人 整整20多个人 在树林中悄无声息地行进着 逐渐朝唐三所在方向靠近 凭借着蓝阴草的辅助 唐三能够清晰看到这20多个人的存在 当他看清这些人的相貌时 不禁大吃一惊 背后冒起一层冷汗 他仔细数了一下 一共是25个人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名白衣中年男子 但唐三却是很清楚 这个人却不是中年那么简单 因为他正是五魂殿的曲斗罗月官 在月官身后 胡莲娜协月余燕 尽随其后 再后面是整整20名 气度陈宁 年纪40到60岁之间 身穿黑色浸装的五魂殿所属 从他们身上散发的气息 唐三就能清晰地感觉到 这些人的实力 还要在黄金一代的三个年轻人之上 而作为最后收尾的 则是一抹鬼影 鬼居二斗罗 一向都是一同行动 这抹唐三唯一无法看清的人影是谁 自然是胡之欲处了 两大丰好斗罗 维加五魂殿年轻一代 最出色的三个人 以及大批高手 这些人来心头大三灵干什么 不可能是因为黄金一代中 某个人需要魂环来猎杀魂兽的 黄金一代才什么级别 两位封号斗罗处战 就算遇到泰坦巨猿那种级别的 超级巨兽 也足以对付 更何况还有那么多高手 其他人就不值得封号斗罗 帮助出手了 想到这里 唐三信突然漏跳了一拍 难道他们和自己来这里的目的是一样的 也是为了小五吗 五魂殿的势力庞大 探查到小五在这片星斗大森林之中 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一想到这里 唐三顿时心脚如焚 连自己控制的精神里都有些不稳定了 幸亏在蓝银领域之中 他的精神力会受到蓝银草的掩盖 否则 哪怕这轻微的魂力波动也会引起两位 封号斗罗的注意 唐三最怕的 就是他们已经得手了 如果他们真的是为小五而来 凭借着如此庞大的阵容 小五如何抵抗啊 哪怕当初泰坦军员是小五的朋友 他们能够抵挡得住 这么多五魂殿强者们 唐三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恐怖的心情 尤其是在经历杀戮之都 与月轩的学习历练之后 他那已经成熟的心 此时却一点也无法平静 或许这就是关心则乱吧 在唐三的思考过程之中 五魂殿一行人却停下脚步 就在距离唐三不到五百米左右的地方 停了下来 二十名五魂殿高手飞快分散开来 砍断周围一些树木 心里处一片空地 将那些树木放在空地外围 做成简单的防御 而两位封号斗罗 与黄金一带的三个人 一看就比他们的地位要高 尤其是两位封号斗罗 聚集在一起 静静地站在空地中央 而胡莲那三个人 则恭敬地站在他们背后 那二十名高手速度很快 一会儿功夫 他们就已经完成外围经理 和防御工事建造 同时架起一座座帐篷 显然 他们是打算在这里休息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